感觉是来自嘉吉七的消息 要关心的是 团圣到辉威威的月事教育 嘉吉大学的慈慧公方今天告白 其中主角是登记在国家 創作的月事家徐瑞芬 他在各界的基台计划 立贵中心开始授身受克 未来中心为带动台湾 团圣到辉威威 月事教育的重要中心 辉威的月事家 七十分 在辉威的月事家 有成功的地位 所創作的 辉威也是 祝福爱这些收藏 辉威要做到 需要很多基卡和过程 是一个非常专严的课程 在国家去台课 在嘉宜台课創立 辉威公方 台客分家人 辉威也是教育志盟 我相信未来 文化就是要把我们现代的生活 像嘉宜现在是管月之都 也是棒球城市 棒球的都市 那加大又有很多的特色 你一定要把嘉义的特别的特质 融汇到你的绘画里面 你的词汇里面 我想不但能够有传承 还有在地 有国际的视野又能够在地化 我相信您的作品 能够让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文化更融入其中 所以我们未来可以看到 对词汇来讲 它又是一大的突破 对不对 今天2014爱你仪式 2月22号 这爱你仪式爱不爱 爱爱爱 2月22号 对不对 真的是爱爱爱 就爱大家爱到极了 三个爱 所以呢我相信这个是 台湾第一个 磁绘工坊的成立 可以开启 磁绘教育 尤其是人才培育的这部分 那后续 磁绘的这个作品 产品 也可以连接到文创的产业 把台湾 磁绘制造的这一个工业制造技术 已经到了顶级 如果再能够把艺术的 跟人文的 七十分千辛道理 非非艺术 創造十多年 湾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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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 拜宏明书 学艺参殿 旅杰 作品已经有 200多人 合得国际 非非艺术界的 高度推崇 这种白色的最优良的东西 它才能画出 这么优美的东西 而最重要的 还是要有工厂的 这个卤 每一个颜色要烧一次 每一个颜色烧一次 十个颜色就要烧十次 是花费功夫的艺术品 所以已经提到了 他到了很多的国家 去跟一些大师学习 真的是看过 他词绘人都知道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那我 什么是 油画 水彩画 水墨画 到处每一个人都知道 但是就是唯独这个词绘彩绘 没有人知道 他到底是什么一个艺术 那后来 由于我慢慢的解说 他们慢慢的明白了 那邱教掌就认为说 这个我们可以在台湾把它推广出来 所以就是今天 我们在这边看到了 我后面这个工坊 今天终于成立了 那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的力量 教育台学生立 非会公奉 并且是水分 丹念家台 主要也是家 以教育台学作为教育兵台 为台湾非会也十十斤 日月二月中旬 开始就生修科 目前分别开设 非会也十班 非会十足用心班 谢新西闻 超频道 嘉宜期采用报道 谢谢大家